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盘旗艾是由中国的李清城九段直白对阵马斯特 李清城也是中国年轻棋手当中今年成绩不错的一位 获得了亚洲杯的冠军 马斯特的直黑继续是大飞手脚 白席分了个头 比较简单 接下来飞两下 马斯特有的时候会喜欢用大斜 有的时候用飞 他就是对于这两个定势比较偏爱 接下来他是选择挂脚 这也都有在我们人类骑手的交手当中呢 也都是经常看到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奇怪 但是下一手骑啊 这个骑下的比较特别 而且我觉得也是秉承了这个马斯特一贯的棋风 就是非常的紧凑 它的紧凑体现就是这种紫笑上面啊 它紫跟紫之间的这种节奏 这个时候呢 通常情况我们就是拆杆会很普通啊 也是很多件的一个 大家就你互相的逃向中央啊 出头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他是走在这里 这手骑有点不同 刚一看到的时候呢 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对方贴起来不是很明白 但是呢 当他后来的 他事后的结果我们来看的时候觉得 啊 黑鞋这个地方实在是 实在是收获太大了 那白鞋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尖充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呃 就是说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 大致可能白鞋也就是想拐 斑 对方一定是连斑 呃 有没有可能 呃 采取这样子的一个下法 呃 如果你长呢 我就虎 这个棋型就要好得多啊 优于这个单长 单长这明显被对方一点 这是他的意图 那打了虎呢 会好一些 呃 当然他也有这种可能性 他也存在从底下打背下面先提一个再去杀 也有可能 但是可能白鞋应该也不容易死 白鞋就爬 也不太像死的样子 爬一下可能是这个棋型的一个要点 实战呢 这个面对新手 就是这种新的手段 可能我觉得 面对这一班啊 也准备的不充分 虽然说李伟青他的快棋赛成绩非常好 呃 李清成啊 李清成他的快棋赛成绩特别好 而且 旗杆也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依然没有对这个班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他实战是单班了 我们看他实战结果就知道 黑鞋一挡 很紧凑 这个地方一挡住之后 这个 已经完全暗定了 而且效果应该比他拆二呢要 要好得多 因为紧凑啊 这节奏紧啊 实战 白鞋打了一下 感觉上白鞋比较无奈 只好虎 看这将来还有段 等于现在黑鞋这块呢 已经完全处理好了 他处理的节奏应该比单拆二的效率要高一些 这块鞋呢 他就是往外压 反正 这块鞋出头呢 不成问题 将来 如果这边你还继续跟着我走 那我回头一段 还是要被封在里边 所以感觉到现在这个鞋的节奏还是黑的好 重一下 搬 这个白鞋有点难受了 但他实战的下法也不太好 可以说这个鞋显得有点仓促应对的感觉 可能还是因为对这个AI对的不是一个 对面坐的不是一个人 可能这种自我的感受会不同 这鞋可能本手冷静一点 还是盯一个算了 他立一下 给他立一下 他还需要补一个 这个地方就拉长阵线嘛 棋盘还很宽阔 实战这期 白鞋跟着搬这招棋 我觉得明显是一个问题 搬在这被对方一顶 太痛苦了 这由于有断嘛 你只能吼 不能反击 那一会儿黑鞋还是可以连搬下来 这鞋再走一会儿 白鞋其实自身的 实控很少不说 有可能眼形也是问题 所以这个3-3这招应该还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点 走完这个之后 黑鞋一跳 白鞋这个鞋就很郁闷了 为什么 这个鞋型很奇怪 你背鞋点到这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补 这不然这有断 可是怎么补呢 不是跳这个 大概见这个 但是我们看黑鞋这个地方 由于他自己 刚才我们说了 用了这种很紧凑的手段之后 他自己的情况其实特别好 这两块鞋对比 那肯定是黑鞋比白鞋强多了 白鞋已经 白鞋已经浮起来了 黑鞋是完全安定的一个鞋型 那黑鞋接下来 他无论是从这边连搬 还是从这个脚上挡 黑鞋只要把自己也走活了 这白鞋还是不太好的 将来这块鞋依然要受到对方的这个威胁 因为它总归你这鞋没有完全活 这很痛苦 实战呢 这个鞋白鞋是拼了一下 把这个木树给抢了一步 但是呢 这样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你当初不单钉呢 这鞋 是不是同样都是花一手鞋嘛 你刚才也是花一手鞋把它吃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 相当于我第一个的时候黑鞋跳 那白鞋一定是在这一代补鞋的 不可能去搬这个 这个鞋即使要走将来我也要留着断它 我不可能从底下搬 所以我们这样一推就发现 其实白鞋在布局阶段 早早的就出现了问题瘦 就是这招搬 现在这鞋就变得很难瘦了 白鞋去把这个冲了 那这个地方又有了黑鞋这招子 一段就把白鞋这个子割下来了 这个把白鞋割下来可是很关键的 因为白鞋如果不能出头 一旦被封在里面 鞋的死活都成问题 但是你要往外去出头呢 我们看实战的下方 黑鞋先虎一个 还需要补在这 因为这个地方也欠一个断 针子也不利 针不掉黑鞋只能这样 那这个向外出头的过程当中 黑鞋这虎了一手 现在再把这个鞋呢一走下来 我们发现黑鞋其实对于这招搬 完全是一个它没有在防御你 但你这个搬显得特别特别的无奈 本来你不走就完了嘛 你之前那一串交换 其实都亏了 从现在我们翻过头来去复盘看的时候 就全都亏了 但你当时下的时候 也许觉得这个搬没什么 就随手一搬 现在看这都是亏得起啊 地鞋像这样子只能搬 黑鞋拐 黑鞋下的比较稳健 其实这时候白鞋已经坏了 白鞋这一长串 从这里头拱 看看黑鞋现在这个外围 黑鞋当时只是一个挂脚了 长的一个两个子 跟白鞋一个子的一个 几乎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一个情况 结果仅仅下了这么几十几招 现在黑鞋这个外围应该说潜力巨大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白鞋 白鞋走到了什么呢 实在是不好意思讲了 这鞋白鞋还需要去防一下自己这个段 这一串全是单关 黑鞋呢把这个地方 我们看也处理的特别好 鞋型也特别完整 所以这一代下完真的 亏的有点太多了 所以现在黑鞋呢 基本上进入到它这个安全运转模式 这个大家看过MASA这么多鞋了 已经有了一个概念 就是当它一旦觉得自己进入优势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什么犯错的可能了 实战 咱们做这个 做这个之后 其实焦气也有价值 只不过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大地方 比如说中间 比如说上边都很大 但它就是把棋盘压缩 压缩 你就没有什么让你 能够发展的地方了 跳的时候 它去碰 大家发现就是黑鞋的下法 其实它有的时候一方面在扩张自己 另外它也把你限制了 就是你走半天 其实你没有走出来木 那你原先你的木就不够 你的木再不增长 这整个棋盘 我如果用一个简单公式一算的话 你没有这个进账啊 你始终都是吃平的状态 但你之前 负数太多了 你就不可能获胜 所以这个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白鞋来说 这个形式非常的难了 已经 贴 把它觉得可以清零处理的地方呢 都处理一下 只要粘住 黑鞋长 我们发现黑鞋其实在不知不觉中 它走了很多很大的地方 虽然说刚才你跳了 但是我通过这几招碰完之后 我们现在看 这个口如果被黑鞋封住 中央的潜力太可观了 而且同时 我通过贴这几下 把你这个也压缩了 基本上你这个发展已经 谈不上有什么潜力发展了 全都是黑鞋的阵势 所以这个也是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有局限的 确实是这样 人你只能看眼前 但是这个机器呢 它老是 就是它看到的是整体 那你这个跟它去硬要在这方面上 争一个高下 可能 不是那么理智了 挑 这个白鞋现在完全属于在拼命的状态了 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死马当活马一了 能活呢就活 活不了呢死了 反正也是输嘛 但现在对这个电脑来说 它更有意思的是 它的语言是 你活了也是输 就是它给你活 它一定是给你活了 但你活了也输了 所以我们看这电脑在它在吃齐吗 它其实也没在吃齐 它根本就不吃你 它就把自己全走厚 你看就是霜起来 跟这边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但是它就是 完全就是把自己走得很厚实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它这个 包括关子 有的时候 并不是收的最正确的 就是比如说 假设现在有一个五目 有一个三目 可能它会去收三目 甚至是没目 但是它总是确保 自己在赢的基础上 它这样下呢 你也对它没招 你就是收再多 就是关子上占一些便宜 你之前的掠实太大了 没有机会 它现在这个就 也完全在安全运转了 把自己全部联络 全部连住 保证没有地方可以 像我们说的打烧 这些已经坏了 虽然后来 黑棋也并没有再吃白棋 你走这个 实战白棋贴呢 黑棋就收冰了 就把这个棋挡住了 给你活了 但是即便是这样呢 因为差距太大了 所以也 就追不回来了 这个棋 需要活一步啊 这个棋 走这个 把这里走掉 嗯 定型该定的都定掉 这棋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像后来啊 它一些很大的地方 它都没有下 它都是走的 比较稳健 像你这种斑毡 它压根 它就不往这边硬了 都不要 但是即使这样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 追究现在的这个 关子的得失 其实已经不是 特别大的意义了 不能说没有意义 但是 嗯 不像你 比如说你之前 肉下的好一些的话 你现在完全不会 这么被动嘛 而且 在关子阶段 它是这样子 如果双方形式接近 AI下的特别的好 它基本上 关子能把你刮很多 但它只要一看 自己赢多了 它这个关子啊 它也无动于衷 基本上都是 你想要的都给你 但你也输很多 所以 其实还是要从前面 去找问题 这番棋白棋 就是对于这个尖冲 嗯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导致这盘棋的失败 这盘棋要为您带来的呢 是中国的古力九段 对这 MASTER的这盘棋 应该说古力九段 还是 在众多这个年轻骑手挑战里面 显得稍微的年长一些 也是资格老一些 但是它对于往期 其实也比较有心得 这盘棋 古力九段是直黑 因为在之前 跟MASTER交手的棋手里面 基本上都是90后 甚至也有00后的棋手 80后的棋手 还是很少的 挂一下 再挂一下 之后 黑系这个地方 不好意思 二连星 变成了三连星 想要走一个 大模样作战的一个局面 先挂几下呢 也是一种去向 这种我们经常说 好坏 在布局的时候 有的时候难以判断 只能说它是一种去向 挂 加 这个都是很普遍的下法 有一阵子下的也挺多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了呢 就是由于白棋 这个时候有个贴 这个棋是 应该说在比赛当中 也普遍运用的 白棋要贴起来的时候 对于黑棋这不是太好办 黑棋因为不能斑 只能先冲断 撞掉棋 然后再搬这个 就是这个呢是 大家都认可的一种下法 白棋铁黑棋打车 但是对于这个地方 将来白棋这个地方 我们再往后摆几招啊 这样 对于将来这块空啊 白棋有这个打入的手段 所以后来慢慢的 这棋其实没有人这么下了 觉得被一贴的时候不好 好办 被贴起来的时候 棋形有点问题 实战这个master没有这么下 他没有选用这个 他用的是立 立当然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下法了 这个定式我们也经常学过啊 贴一个的时候摆起立 然后黑棋呢 考虑可以拖线 也可以考虑走其他 呃 补一个呢稍微缓一点啊 但是这个呢是一个 就理论上的一个定式 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本身是这样子 大家发现了吗 如果你钉对方飞 这也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定式 但在这个时候黑棋 白棋啊一定不会立了 对吧 你不可能花一手棋专门去立 但是他觉得我强调我现在 之所以我肯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手棋在这儿 啊将来我有个搬出 我严厉一些 所以他这条先例就是一个次序的变化 但是里面呢 其实内涵是丰富的啊 就这个是有差别的 其实 但是这半期呢就是 就说到这个master颠覆的问题了 带给我们很多全新的理解 这时候他走哪呢 走顶 顶完了之后搬 这个是超级大俗手 呃如果是在这个 业余汽油当中出现的 一定是要被受到这个训斥的 就是你这个棋下太俗了啊 一点没有专业水准 这专业水准都是要钉在这儿的 讲究内涵讲味道啊 讲究以后搬出这个棋的内涵 如果他补一个 哎那我 不损 将来还可以在外围继续借用 而你这样 如果对方把你连搬住 同样对方都是后手 但是你这个肯定损了 你把外围给他撞后了吗 那但是Master就这么下 有的时候也是 因为你也拿他没办法 所以你也很难去找出有力的依据 说这就是坏棋 但实际上我们从理论基础上来说 肯定不会支持这样下的 顶了班 这个是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种真的颠覆啊 颠覆我们之前的所有围棋理论 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不是太好吧 嗯 走这个 白琴家 这时候鼓励呢 是靠这个啊 鼓励就得 还是下的很积极的 靠这个变化呢 也是有的 嗯 这阵子也比较下的比较多啊 拐起来 白琴这个时候是一个选择的分界 呃可以选择吃 可以选择立 也可以选择沾 三种啊 我们依次来说 最不推荐的肯定是立下去 这个鞋在二路上 上面被人家打一下之后呢 对中央黑棋呢 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立下去这招去不推荐啊 第二个呢是拐拐 这个呢也还可以 但是坏处呢 就是被对方扳一下呢 他基本上就活了 这个脚将来 对方只要一爬 局部就是近活 呃 有的人不愿意给他活 这个也是一个 但也可以选择啊 实际呢 他是走了沾上 嗯 就比较稳妥吧 沾住 刚才为什么不让大家立啊 就是说立是最不推荐的 为什么 相当于现在黑琴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白琴肯定不会在这立了 这个就大家就一分析就知道了嘛 你这个子很显然 如果外面要打仗的时候 你那个子根本帮不上忙 那外面这个子 很有可能就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就是差距啊 这个你 如果有的时候 光看这一点空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要粘住啊 这个也没有在这儿骗到这个AI 下的也很对 贴 搬 搬 尝过来 觉得跳在这儿的时候 感觉上黑琴还是挺不错的 似乎 把这个头呢 就搬过来了 但是 其实说起来的话呢 这个Muster下棋啊 很柔软 真的是很柔软 你点我我不一定要粘啊 你看起来你好像把这块给夹 全部封住了 但是 效果有多好呢 不一定 把本期尝起来 我们看啊 这为什么刚才我给他一个评价 说他比较柔软 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棋呢 就是为了那一个目标 在不停的 所有下的棋 就是为了我要达成某一个 既定目标 这个目标 可能有的时候达成也亏了 这个我们先不论 就是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有可能你会做很多很 就是 一门心思去下的那种棋 就 不是很自然的感觉 但是他下这个棋都是 你想要什么 其实我都可以给你达成啊 你想 你的愿望我都可以给你实现 但是你发现 其实黑棋实现了 黑棋也不太好 现在黑棋就是这样子啊 黑棋这边就是想把白棋封进去嘛 现实确实封进去了 但是这由于被断了一场 这棋行 黑棋也很难受 现在如果黑棋还花一手棋 这棋已经明显来不及了 这被一跳 这自己都会快要坏了 所以实际上他只好硬抢 这也是一个 刚才我们说那个问题 就是抢极先手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嘛 现在黑棋为了达成哪个目标呢 为了能够跳出来啊 为了能够达成这个目标 下的手段呢 不太好 这现在被一脱退 白棋已经活近了 它是活铁了 但是黑棋的外围 我们注意 棋行非常的坏 因为你的气太紧了 但是他现在估不到那么多 对吧 这棋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是别被这个封住 所以即使黑棋这把白棋封进去 但是依然觉得 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效果 不好 然后走上下一手棋呢 又是 我觉得 机器跟人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个体现 如果说我们下棋 可能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行棋 无论是想办法怎么从这出来 或者是从这边继续要攻击黑棋 总之呢 是会继续在这一带着想 但是AI没有 它的下法就是 这一带他觉得已经可以放一放了 要着眼于更大的地方 比如说 哎 他就这样下 转到这边来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跑这个真子咯 那黑棋肯定要补一个 这个不能轻易被他跑出来 他觉得我这个地方出不出来 其实根本不重要 我把木光转到这边 现在这里如果处理好了 其实我们看一下黑棋 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多的东西 点 好 又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黑棋呢又要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是把这个字要割下来 对吧 这一加肯定是很凶啊 这个很紧凑的手段啊 他就给你达成 那我们看黑棋是不是把白棋给分断了呢 确实分断了 但是 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吗 这个就是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 像是这局部一般 你就动弹不得 你只能粘回去 这个子我还可以连 而且更关键的是 我现在由于这下没有子了 我对我自己整体的处理是一个更加重要 或者更加紧急的地方 这个子呢 我现在先不用动了 你看他实战这一拐 你只好跳 那由于他这地方有这个冲下来的手段 这一靠都下的很紧凑 黑棋特别难受 你不走背一般 你只好退 那我们就看 当白棋下到这儿的时候 黑棋现在的实控 刚才我们说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厚 特别特别的这个模样很大的样子 现在呢 这个地方由于有一个二路 你这地方一跳 或者一大飞就没幕 这地方也有一大飞 相当于这一块黑棋的空 基本上忽略不计 没多少幕了已经 上边由于欠着一个班 这也没多少幕 那我们再看全局黑棋的实地还有多少呢 其实已经 如果说他不能够把自己的后发挥出来的话 这个后去利用起来的话 这棋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们就看到你什么都没获得呀 这一串 从这个对方一加进来开始 把你这边全破光了 同时呢 你这个其实你也是有负担的嘛 还是没有完全活进的 所以这个 站一下来就觉得 真的有的时候 思路的这种 就人的这个思路受到的限制 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 至少在这个局面下 我觉得 Master的表现是满分 尤其是在这个点你 对方一加的时候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更多的想的是 我不服啊 我不愿意被他分段 我得在这个地方跟他纠缠 但发现其实他不纠缠 效果比纠缠还好 特别简明 就是 你怎么跟他吓的 你想的东西都不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 很糟糕 现在这个局面黑棋就不太好了 不太好了呢 他是在实战 也还得继续呀 实际上他先挤这个 这是先手 补一个 飞 慢慢的往这边发展 白棋继续加强自己 跳 这其实完全可以不走 但他就觉得我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把这块只要走畅了 形式就非常的乐观了 接下来呢 你走这个 白方走的又特别漂亮 在这一带 应该说 过去我们说小灵光一 是这个定型定的特别好 他有一个名言 就是 优势不等于是盛势 优势跟盛势中间还差很远 但是现在这个MASTER 基本上只要是优势 不太可能输出去 可以说基本这个可能性为零 我们看这个局面下 黑棋能够定型成这样 白棋应该是亏多了 这时空全部被他给洗掉了呀 在这个时候 对黑棋好像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但是没有用 其实他的真正目的呢 在这 连斑他就一跳 他的真正目的是这样 我们看 刚才呢 我们说黑棋 这个 逼一下白棋 希望白棋去围角地 交换一下 结果白棋一靠长了之后 通过放弃角地 角地的时空我不要了 但现在这个外围已经 刚才走的这些紫都在闪闪发光 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模样 而同时的是 黑棋不能脱先 这一脱先这里死了 所以他实战呢 是下的比较 比较凶 在这反击 但是呢 黑棋的反击 对白棋来说啊 他无所谓 他只要把这两个吃住 这棋他就赢了 这是一个 我觉得不太 不太能接受 但是现实确实是 就是 特别简明的把这个局面 一下就缩小了 如果说 比如说现在啊 不是这样的定型的话 这一块棋 如果一旦还要 比如说变薄 还有可能会 受到黑棋的一些威胁的话 那这局面还是很漫长的 但现在他变厚了 你这两个子在我的包围里面啊 你不死已经就很不错了 他实际上也是 我没吃你 我就是在走厚我自己 当他把自己这全都 这个木属吃掉的时候 我们一看全局 黑棋一点机会都没有 而且差距是巨大的 这个是很特别 然后 嗯 就这种思路吧 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职业球在这个上面 一定是将来 要主要攻克的 这个后半盘的这个思路问题 好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最终啊 也是Master中盘获胜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好 好